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 今天要安裝直播分享的車種別呢 是Nissan的TIDA MK1 這一台呢是一代的 所以是1.8NA的引擎 這一台是10年的 然後它的底盤呢 跟Big TIDA或者是最新的ITIDA不太一樣 它的輪胎跟鋁圈目前都還是原廠的 它的輪胎跟鋁圈呢是四孔的 新款的話呢就是五孔的底盤 所以它的底盤呢不太一樣 那今天要做的工作呢 也是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前面已經裝好了 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這裡有附上座嘛 那這一代的TIDA 就稍微拆裝的時候 稍微比較繁瑣一點點 因為需要把這個前面的試蓋呢 把它拆開才有辦法拆得到 原廠上座其中裡面的一顆螺帽 螺帽在這裡 在這裡面 本來上座有三顆螺帽 這兩顆都看得到的 但另外一顆的話在這裡 需要把這個試蓋拆掉之後才看得到 那這是我們所附的強化上座 這個上座呢 裡面的軸層呢是口右的軸層 那阻尼調整的部分的話相當方便 TIDA的話呢 把引擎室打開 這樣順時針調整它就是變硬 逆時針調整就是變軟 KT的話呢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所以從上部的話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那下角座的部分還有這台車的配置部分的話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它前面的彈簧公斤數呢是配置6公斤 一般道路最舒適的版本是6公斤 那它跟新款的TIDA呢不太一樣的地方 在羊角的地方還有這個鎖離仔串的孔位孔徑 大小也不太一樣 其他的話看起來從外觀看起來都是差不多的 這個是今天預計降低的幅度 原廠大概50幅左右 今天預計降低的幅度降到30幅左右 車主並沒有要降得很低 那這些的鎖孔還有固定位置呢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位置 所以離仔串的話呢 也沿用原廠的規格 還有這些ABS感應線的固定位置呢 還有油管固定架 都是用原廠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這一條彈簧是200廠6公斤 那KT裡面道路版的填充的阻尼油 是IP的阻尼油 然後裡面的油封部分的話 是用日本NOK的油封 NOK的油封是跟Tim的都是同一個等級的 Tim所選用的也都是日本的NOK油封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呢還在施工當中 這是後面 後面的話 那桶生跟彈簧呢 這是拖一P系統是分開的 所以桶生的調整呢 在調整自由行程 這個也是長行程的 然後防塵套呢 是做全造式的防塵套保護 這一台 就能夠保護到裡面的軸心 這裡也不會積水 然後這個是調整機構 預計的話呢 後面大概會降到30伏左右 那這一代的Tita 跟BigTita一樣 後上方的話呢 都有做一個維修孔 從維修孔這裡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一樣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從這裡就很方便 不用再拆內裝 這個是原廠的後面的彈簧 還有後面的桶生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避震器 上座的部分呢 我們都不用再拆 不用再把原廠拆下來了 我們就有附上座了 所以即使在拆裝的時候 相當的迅速 也相當的方便 像這個這一代的Tita 跟BigTita 都有上座會積水的狀況 那萬一拆下來的上座狀況 不OK的話 就可能會 裝在車上就有可能會有異音 但KT的話就不用煩惱 這樣的問題 因為KT的都有附上座囉 這是一代的Tita 還有 這是後面上部的一些橡皮機構 還有鐵管 還有華斯羅茂 這些呢 KT都有附 都不用再沿用原廠了 上橡皮的話呢 會拿掉 會拿掉 因為要降的比較低一點的話 就會把這些零件把它拿掉 這是又厚 又厚也已經裝好了 所以後面的菜樁呢 就是把那個維修孔把它打開 就能夠從裡面做菜樁跟那個維修 還有調整組 還有調整組也是從這個地方 原廠的車高 大概是50幅左右 那預計降下來的幅度的話 大概降低到30幅左右 這台車目前都還保持原廠的 唯一有裝的應該是那個SPR的前引擎式拉桿吧 這個都先暫時不鎖 所以等一下放下來之後呢 這裡你看這裡都還沒有鎖 放下來之後呢 拉桿固定好之後呢 才會鎖上做這兩個螺絲 好水箱護罩也有改裝 改裝網狀的 一袋的剃打 我記得好像沒有直播過 如果車友有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前面的拆裝呢 會等上座都裝好了之後 再把這個飾板把它復原 然後就可以試車了 所以我們會先等一下 測試放下來之後 再把上座這些零件 試蓋把它復原 這一代的試蓋扣距大概像這樣 所以拆這個試蓋的時候呢 扣距不是很好拆裝 需要用低制的 然後把這個勾勾 把它撬開之後 才有辦法往外拔出來 把它的扣距啊 是扣在這個地方 扣在下部這裡 今天的那個安裝呢 也差不多快OK了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興趣 有要試乘 或者是有對產品有任何問題的 再請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你